精深技能发展局将在明年10月推出一站式网络平台 公布各项培训课程的成效和品质指标 以及学员的反馈等 让有意报读课程的人做出选择 教育部长王尹康在宣布新计划时表示 这是培训和成人教育领域的转型计划的举措之一 目的是为成人提供更高水平的培训课程 满足行业技能需求 51岁的梅瑞基从事成人教育工作 已有13年 他认为不断跟进课程内容 是成人教育工作者面对的一大挑战 当局希望通过转型计划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鼓励成人教育工作者不断学习 提升教课水平 当局将给予他们学习津贴 一套提高运营效率的电脑系统 也将在2018年推出 王尹康在成人学习研讨会上强调 成人教育工作者应该按照学员的需求 检讨商业策略 为了协助培训供应商更了解人们的需求 一个提出培训后评语和素质指标的平台 将在明年底之前推出 我们会在这一期间的电脑系里面 我们会训练习的需求 成人教育工作者应该按照 我们会训练习的需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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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